可以說說看 單獨上這堂課到時候 到底跟其他課有什麼關係 會限虛的表現目的 對 我們之前上的好像 就是跟那個交作業比較有關係 交作業比較有關係 因為不要講清楚答案來了 其實你講下去我都沒有順意 你知道嗎 你當夜茶還有用 我為什麼要學分類分級定位 要建立共識嗎 建立共識 對 這是溝通 但是跟前面的課主要就是 耀心老師不是有講那個 核心價值記得嗎 對 步驟一記得嗎 有沒有 有講 有 有嗎 算不算其實我也有講 所以為什麼要一直講這個 是因為其實剛剛早上李老師 把台灣的環境從很高海拔 然後一直到海岸對不對 跟變化非常大 然後呢 他又講到那個ROS理論對不對 就是講到說 這個離都會區的交通距離對不對 跟他的自然度 有沒有 那這些東西在講什麼呢 就是在幫助大家去 去釐清這個步道的核心價值跟定位 核心價值跟定位 有沒有 記不記得 那步驟一的時候 你要去看這條步道最重要的特色是什麼 然後呢 你不能夠違背的價值是什麼 有沒有 剛剛老師不是今天有講到說 在這個 他那時候講到哪一條 他說在哪一條步道上面的時候 就應該不能出現 他說他來講那個恐後很泥泥的案例有沒有 他說如果要解決泥泥的話 也可以鋪水泥 但是在這種環境之下不能這樣做 有沒有 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有沒有連起來了吧 就是你要透過早上老師所講的這個東西 去釐清他的分類分級 可是呢 剛剛大家早上一定也有發現 那個分類分級 有可能是從遊客端來看 跟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看 上一次耀心老師講的時候是不是 他講到應該是用靈物局的架構吧 三類跟六級對不對 他講的是三類跟六級 對嗎 你們都沒有問題 早上我就想說 你們都沒有問說 為什麼上一次講的是三類六級 然後這一次講了 從三級到五級到六級 然後有不同的分類方法 你們還記不記得耀心老師那一週有講到 遊客端分三類步道有沒有 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 你剛開始也講三類 他講的 他今天都講分級 對 就是他今天沒有把級跟類 對對對 我知道 我幫你們釐清嘛 我覺得你們應該也就不在一起了 請問一下 那個遠距的同學他們要這個檔案 哦 所以現在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 你有隨身點 隨身點 隨身點現在 你是直接開隨身點 對 你要不要再插一個隨身點 沒有 那不然你就 可以用這個 你再插一個隨身點 我會交錯 不會全解 我會交錯 不會全解 就送給你好了 沒關係 我還沒有 那我怎麼只有太多 我下禮拜的難關給你 哦 我真的也會轉 你不怕 你這樣也會逼 before 那你又不會 你這樣也會逼叫 你不怕 我會逼就 就是 說 你這樣也會逼標 你不怕 你這樣也會逼,你不怕 你看 到底不是 那你應該逼,你不怕 你不怕 這個是化學 有那個滴滴 再回來齁 剛剛回顧到一半 記不記得文耀心老師說的是三類 然後五級還是六級 文維文化級 領悟局的分類 好像是五級 沒有 後級 後級 好 他不是有說什麼第一類是比較 比較人為開發比較多的 然後到第三類是原始度比較高的 那這裡是在講什麼 講今天那個李老師講的理論裡面 是在講環境的特質 對不對 而且他比較是怎樣 從管理端來講 就是我做管理者來說 我的環境資源的類型 然後講分級的時候 聯務局的分級系統的時候 通常講到分級 就是從遊客端來說的難易度 有沒有 今天講的 包括說用海拔分 用坡度 懂不懂分 或者是要不要過夜 是不是 這一些 對 這些都是在講 從遊客的角度 有不同的分法 那ROS理論呢 或者是後來李老師今天介紹的 紐西蘭的案例 還有就是美國主要是用ROS跟自然度來分 他就是試圖不要再分成從管理者的角度 跟從大眾的角度 而是把這兩個對在一起 同樣六級 管理者的語言是什麼原始半原始 什麼或者是有沒有 交演員也是這些 然後呢 但是對於大眾來說 他就是什麼短程都會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了解嗎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語言 是一個是對遊客說的 一個是從管理端說的 但是呢 透過ROS你可以把這兩個match起來 就是過去台灣在做分級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是各個單位自己製成系統沒有整合 再來就是呢 過去的分級主要都是跟遊客講 但是沒有從管理者的約束 就是說在這樣子的核心價值底下 照理我就不應該出現什麼樣的材料 或我不應該做什麼太多的設施 但是以前都只有分級 只對遊客沒有從約束管理者 所以現在今天早上講這個分級的目的 是就是幫助大家去 你們自己的作業 為什麼早上老師出了作業 是要去就你們的那條步道 去定位它是什麼樣的分級 有沒有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如果定位清楚以後呢 你才能夠知道說 那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我的設施強度 或者是應該要做什麼 這樣了解嗎 好 明白 所以今天早上的課 跟之前的核心價值的這件事情是 連結的 然後呢 也跟什麼有關呢 之前是不是有講那個 手作步道六個原則 記得嗎 在入門課的時候 圈圈的嗎 那是五大 那是五大 那個他有 手作步道六個原則 注重環境生態 重視人文歷史 盡量就地取材 設定環境承載量 然後那個要常態維護 要公司協力 記不記得 記得齁 然後呢 早前期 這個 不是 我現在沒有要 我只是要幫你們把 今天講的東西定位到你們過去的東西裡面 這樣你就知道為什麼要上這堂課 那所以老師今天是不是有講說 有一些情況是要 就藉由這個分級去設定環境的承載量有沒有 就是他這個區位他是在比如說半原始或原始狀態的時候 你的 他不是有講到一個社會體驗嗎 對 你希望感受到的那個體驗是什麼 其實在原始一點的環境裡面 你希望是比較孤獨的有沒有 那你就要設定環境承載量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了解嗎 就是在那個手作步道的這六個原則裡面 分級要處理也就是那個原則這樣 了解嗎 我幫你們把東西連結一下 然後這裡面呢 如果大家現在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就來講矛盾衝突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是要幫你們做連結 但是我要講說這裡面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實際的應用狀況是應該怎麼樣 比如說老師今天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他有一些東西講得很快 我怕你們聽不懂 所以我再幫你們再複習一下 他不是講到說在台灣做分級 有很多時候是先射箭再畫吧 這句話大家有聽到嗎 有 有 不是要聽懂意思嗎 有 就是他一開始做這條步道是沒有設定說要給誰用 或者說他承載量什麼都沒有 你先做而已吧 不是這個意思 好 OK 我知道大家已經沒聽懂 所以我要幫你們解釋一下 在國外分級走在前面 後面才做步道建制 到了這個階段 台灣開始要引進步道分級的時候遇到一個困難 比如說他最 他在講到新北市的時候 不是講到說人工設施介入的程度嗎 好 那這個在國外沒有 原因是因為他們不管 你看他們到了很多位型的 他也可以做的還是滿自然的 但是符合那個提供服務的品質大眾對不對 好 那但是在台灣呢 比如說他今天講到說很陡的步道 其實按坡度或者是說甚至他的原始的狀態 可能不應該要鋪水泥 可是他已經鋪水泥了 那這時候分級就會影響到大眾對這條步道的認知 比如說大坑3號或者是9號10號 這樣了解嗎 真的有了解嗎 不是你們不了解一定要馬上問我 因為我在 我早上聽老師講這一段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一定沒聽懂 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現在台灣做分級的時候 是要依據現況是什麼來分級 還是應該依照未來的理想狀態去分級 可是應該要依未來吧 應該要依未來 好 你們早上就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我一定要提示你們這件事情 就是在分級的時候會遇到這個矛盾 就是對於管理單位 或者是我們要去做分級的人來說 你們現在回去檢視你們這條步道的時候 你們應該要說 反正他現在已經是有這些這些東西了對不對 那我就把它歸在很大眾的等級 那也許這是一種 這沒有錯喔 我現在講的衝突不是說哪一個才是對哪一個是錯 而是說你必須要想到這件事 因為也有可能有一些現在設施很強的 但他講的慢慢的壞掉之後 我們回歸到那個步道原始的這個分級裡面去想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分級會有一種引導大家的方向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你們在做作業的時候多導入這一層 就是不一定是你可以說現狀是怎樣的分級 但是呢依照你們在現場觀察的 包括他的自然環境 他交通的狀況 開發的情形 遊客的量 你覺得未來的建議分級是什麼 那如果是他的建議分級有可能是調了比較高的時候 那些設施是不是就是壞掉的時候 他就應該要拆除 然後試著去用比較自然的方式去做 所以這是第一個衝突 你們剛剛沒有想到的 我提示一下 第二個衝突是什麼呢 這待會兒我在講律道的時候會遇到 就是其實早上戴華問了一個問題說淡蘭古道被分到荒野對不對 那可是淡蘭古道呢 這個我待會兒在介紹的時候會講到 後來的長距離步道這件事 長距離步道也可以走成單天的啊 就是我今天走完就回家對不對 那還有就是說以前的古道它可能現在有一些變成是產業道路啦 公路啊 然後再接到山徑啊 那我有沒有一條整條淡蘭古道分同一級 還是它會變雨傘劫 雨傘劫 這樣了解我們意思嗎 那所以你們現在當然你們做的作業可能只有其中一段 所以這問題沒有那麼明顯的衝突 但是在將來你們如果要處理到別條步道的時候 很可能會有同一條步道有不同分級的情況 好 所以李老師早上也很快的帶過去 但是他沒有把它拆開來講得很清楚 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所以它將來在地圖上就是應該會是阻斷標示的狀態 它就會結合到你地圖的指示跟現場的解說牌 然後讓人家知道說這個 比如說假設那個名詞先不管了 就假設大眾級的步道到這裡 接下來就會進入到健行級假設這樣 就像老師之前講梁山復步可以做分段的關係 對 就是有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是第二個需要提醒大家 在應用上的時候會出現的變化 然後再來就是區位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講步道的時候是一條線 可是這條線呢 它會被分成雨傘結一樣也有可能是怎樣 經過不同區位 就像今天不是講到說那個六個分級 對應到國家公園的分級 有什麼生態保護區、景觀、人文景觀區有沒有什麼 那個是當我們要畫線的時候 大家在那個腦子裡頭要隨時切換面跟線的概念 有看到 OK 假設這是 假設這是一塊國家公園 現在是隨便亂講 國家公園 然後這一塊是核心 假設是生態保護區 然後這一塊是人文景觀區 然後一般油氣區 但是我這步道有可能怎樣 有可能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那個 好我回來我不動了 對不起 早醒大家會困 就是線跟面這件事情 它是線是會穿越的 所以早上老師在講到說某一個 比如說原始半原始講的是什麼 一個區 線穿過區的時候的考慮 這樣記得喔 那個 所以呢 它也有可能會因為它這一條步道 因為上一次我想耀心應該講得很感 因為那個照理其實要交會那個手冊是要至少兩天一夜 而且要你們自己會操作 那所以那時候就講到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來說 像那個福八月齡 大家知道這條步道嗎 福八月齡 它是從福山到巴林 烏來的福山到巴林 昔日泰雅族的路線 然後日據時代的時候也有做過 好像是變艾永縣吧 還是比班道不確定喔 然後呢 它現在會經過什麼 那個擦天山自然保留區 但是它的路口的一段 就是它的整條福八呢 會穿越擦天山自然保留區 大概70%會位於這個保留區內 可是它的路口 兩端的路口都是怎樣 都不在保留區內 那所以當我們要定位說 這條步道我要 假設就算我要整修的那個位置 這就是我要回到上一次 使用那個手冊的時候 大家都學到那個環境地質土壤 地質水跟 對 然後後來 它在那個上面只有環境因子嘛 但是沒有去處理使用者需求 使用者需求就是透過今天的分級去處理的 這樣了解嗎 然後呢 那所以假設那個福八它步道壞掉的那個點 那個位置不在保留區內 但是整條步道會有70%的位於保留區 那你這條步道的不在 就是不在保留區範圍內的問題的時候 你要處理的工法 其實也要考慮著整條步道 接下來會通向那樣的區域 你不能說 比如說我只有進到保留區的時候 我才維持自然原始 但是我的兩端路口都怎樣 做得很大眾 這樣你會怎樣 你會讓遊客 誤入歧途 對 誤入歧途 對不對 他不知道接下來去要進到保留區裡面去 所以我現在這樣 舉這個例子有沒有了解說 你要有認知這個區位跟分 線型跟區位的能力這樣 因為沒有進入保留區那邊 人叫做成長也比較壯 但是問題是他是一 好 好 我不能動對不對 好 你們 步道有很多種型態喔 你要畫在邊邊一點 往哪邊 那邊 另外一邊 那邊 沒有啊 對 對 好 有一條線的 A進B出 中間一定會經過一個自然反流區 這是一種狀況 我剛說的浮巴是這種狀況 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這裡把它整建的很大眾可以嗎 不行 不行對不對 因為你會誤入歧途 你在A進口的時候你會想說整條都是這樣 所以你必須要讓它保持著跟這個核心區的價值這樣 當然你第一價值是什麼 就是 路線 要不要不要經過核心區這中間這樣 你可以重新想這件事 但是以浮巴來說不可能 因為它是腰繞路線 就是只有那條沒有別條 然後 它又是古道 所以 我們在考慮一條步道的核心價值的時候 其實要考慮很多 那當然也有所謂的回圈型的步道 或者是小回圈 大回圈 就是有很多種 或者是進去以後這樣子的步道 有很多種啦 所以你當你這個步道的整體的形狀 就是它假設是 我剛說的這種狀況 它沒有其他出入口就是這樣 那你就要考慮這件事 假設它其實其他的出入口 有可能形成別的回圈 你不會進到本了區 那是另外一種事情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現在只是要綜合的告訴大家 分級這件事情 它對於這個你們要辨識問題 跟核心定位的時候其實很複雜 然後不要 所以老師說 李老師說不用這麼care 說你就很僵化的在那邊 其實是因為有很多變形 你要考慮的因素還很多 這樣了解嗎 不是說聽完之後就不用管它 是說不要固著在那個執著 概念你會分 你會覺得很困難啊 我明明走到這裡就換一個處境了嘛 對不對 或路面已經不一樣 但是這個意思其實是 它裡面有這些複雜性 這是我要補充上舞的概念 然後呢 為什麼要講環境承載量這件事 我再稍微多說一下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我們舉幾個例子 就是 我剛剛去信義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部落 大家知道那在哪裡嗎 知道 真的 還在地利對面 對 但是你這個 必須也要知道地利在哪裡 水裡進去 水裡進去 大水裡 台21線 台21線插路上去 台16上面 這樣 大家知道 雙龍那邊有一個什麼很特殊的東西 大家知道 雙龍部落 我以為大家都知道耶 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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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它其實有一個最近這幾年 變成大家突然很熱門的景點 吊橋 對 吊水的吊橋 對 不該給人走的 吊水 對 然後大家就說那是天空步道 所以大家都跑去走 很危險 你知道嗎 那個是 那個 好 他們部落呢 現在要去整修 他說這一條從村子裡面衝到雙龍瀑布 以前日俊時代就做了 1923年就做的一條水俊步道 那後來斷掉了 對 就是因為他921之後 那個滑坡把 因為日本人的時候水俊他是這樣 你有話嗎 OK 沒 沒 那還講是瀑布 對 這是瀑布 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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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瀑布下來之後呢 其實那一條水俊會沿著這個山繞繞繞繞 腰繞 我現在畫的是平水平 幾乎水平的這樣腰過來 可是後來這一片滑掉了 就是沒有了 所以呢 他為了要讓這個瀑布這邊 接到這個水源的這邊可以壞的地方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吊橋 然後這個吊橋就掛了兩管非常重的水管 然後那個吊橋的中間只是讓他們循水的路 所以路線大概才這麼窄而已這樣 結果那個不怕死的一堆遊客呢 都去走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那真的是會垮下來的 因為那個光 你知道那個水管光這麼粗的PU管就很重 然後他是掛涼管這裡面有水耶 所以就知道人不怕死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好 然後那我們去整修社區 我現在要講這個例子是要跟大家講說 你要去診斷一個步道課題的時候 你一定要想前想後 好 上一次耀心老師教大家那個手冊是 想那個點要做的時候要考慮什麼事 對不對 工法 要考慮什麼事 環境的五個因子 然後 那但是我被社區找去問的其實是 從村子要走這個步道上到這個地方來 整這一段要怎麼做這樣 好 那 可是我去 其實工法沒什麼問題 大致上就是那些 好 比如說邊坡氣石薄凱 然後有一些地方要做橫向排水 然後有一些地方要這個 反正就是撲面改善 大概就是這些很簡單的工法 但是呢 我去看完的時候知道說 在這一條掉水的橋 這一條掉水的掉橋旁邊 因為很多人跑去走那個天空步道 所以來到憲政府要在旁邊 再做一條天空步道 到瀑布這邊 正在做 而且預計年底之前要完成 這樣 好 那當我知道那邊要做這個天空步道的時候 我要問的問題就不是只是這一條路怎麼改善 因為我那時候就第一個是先問他說 這一條是不是唯一一個可以通到那個天空步道的路 有沒有大家知道我現在在問的問題了 就是剛剛是一條還是有其他條 假如他是那一條的話 那意味是什麼 未來使用者需求是怎樣 很多人 對 而且會 所以我要問他說是會雙向還是單向 對不對 然後呢 他會不會有限制 同時在那個掉橋上面的人數 所以需要怎樣 停等空間 這樣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 這個時候我就在做什麼 分級跟環境區位自然度跟未來發展 就是你腦子 要一開始去run這個東西 你才能夠去解決這條步道的問題這樣 不是在公法層次上喔 是你要想說未來 OK 那結果後來社區告訴我說呢 那個封管處另外有一條已經做的木站道 會是那一邊為主要的路口 然後呢 原則上 他們走過去走回來 希望出口是設定這一條 也就是 單向 這樣 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 空氣 對 就是這個 這邊另外有一條木站道進來 然後人走過去走回來之後呢 從這邊出 這邊進 這樣 好 還是走 走掉橋進去 出來 掉橋一定會雙向 因為到雙龍瀑布就沒有路 沒有回來 掉橋會雙向 掉橋很陡 所以如果有掉橋 剛才可以直接過去的話 大家一定會走那個掉橋那邊 所以他另外做的那一條步道還蠻陡的 木站道對不對 他是鐵的 對 鐵對 就是站道對不對 好 那一條很陡 可是聽說到目前為止大家還是都走那個 對 因為就是 那一條比較明顯對不對 或是 或是掉橋啦 就只有掉橋跟那一條可以走 想挑戰的人就會走掉橋 OK 將來 對 他們是說站道的那個是比較懂 沒錯 但是很奇怪 大眾看到做了很清楚的設施之後 就會覺得走那裡比較沒問題這樣 然後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將會去決定我這條步道的分級 是跟上面那個站道的分級不一樣 了解嗎 因為他第一是我希望大家 第一個是他單行出來 那所以這需要軟體的管理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主要從那個站道那邊進出 或者是說從那邊進來 然後少數 就是我漏講一件事 中間還有一條路 是車路 你有去過嗎 這邊有一條車路 車子可以開到這裡 但是這一條車路呢 相對來說是比這個 這一條是比較原始的 這一條是比較人工設施 這一條是車路 那他們就說如果是老弱婦孺 走完要出去的時候 他們會建議他們走這一條車路 然後那這一條呢 就他們會覺得這個是想要走完還不累的人 從這裡出這樣 所以我就會區分 我在想步道分級的時候 我就要把這條未來的動線想好 然後要讓他們去 就用這種方式去進行管理跟宣導 這樣子我才可以確保我這條步道 不用做到三米寬 我只要做一米寬 因為在水池旁邊 的確沒有空間 就是一米寬 這樣 那這個分級之後 我還要想什麼環境承載量的問題 什麼環境承載量的問題在哪裡 在蓮外道路 如果去過雙龍就知道 要進到那條那個站道 因為那條路車子很小 會車都很困難 也沒有停車場 也沒有停車場 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們說 部落要趕快做一件事 就是叫縣政府 在雙龍部落外面找一塊停車的地方 然後用接駁系統進去 然後透過接駁系統來控制 同時在橋上的人數 這樣 我現在舉這個例子 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那個為什麼到這一週 會開始跳脫到一個比較上位的 包括政策面 然後包括規劃面 這個定位是因為 當我們在面對一個步道的課題判斷的時候 不是只有說水從山溝這樣過來 然後他穿越 然後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禮拜是要把大家往上拉 就是突然從本來細的細 細到那個很細在 然後再跳跳跳到這個整體的政策的角度去思考 來 就是在解決步道問題的時候不能完全用工法來解決 你要想的是這個整個配套措施跟承載量 這個例子是一個 還有一個例子是那個野跑的例子 加明湖 不一定是加明湖 就是野跑活動 對 那野跑活動的例子呢 這個 就是 我想說大家要不要先說說看 上廁所 蛤 上廁所 你還是在吃飽嗎 你以為會聊很久 要直接下一次 聊很久 聊這話你不會聊很久 我後面還有課要上 我怎麼會 就是會涉及步道的課題非常多 像剛剛講其實是天空步道 跟配套措施 然後其實當然我還講的更多 就是包括說 憲政府應該要輔導社區的解說員 然後讓解說員帶著遊客去走那個步道的時候 順便介紹周邊的部落 然後周邊的部落應該要發展出半天的遊程 當裡面在排隊的時候 就是當他知道停車接下來進去人是多的時候 他們就要把他拉到旁邊的部落去進行 就是半天以內的遊程 然後再把人帶去走步道 消費 對 不是只有消費啊 你說消費的時候 然後他們想到就是在那個天空步道旁邊 設很多烤箱場 真的啊 那但是我說的是遊程 遊程不一樣 遊程不是只是賣東西 買東西 就是這樣簡易的消費 他是會有附加價值的 因為他可能會 帶動整個部落的那種 對 他其實會進到部落的 你可以 你必須要去設想說 我的部落可以看些什麼東西 第一家 第二家 當然不是說第一家烤箱場 第二家烤箱場 是說第一家烤箱場 你全部都是賣東西也不可能啦 就是他一定勢必是要有一些深度的體驗的東西 對 對 可是我覺得我們台灣那些原住民部落 像地域那些啊 其實他們的建築啊 整個生活環境都沒有太多的原住民的元素了 所以他們必須要挖掘 他們必須要挖掘再做培訓 解說員 因為你如果真的聽他們講故事 不會說沒有 對 問題是他不曉得要跟遊客講這個 他們很會講故事 你要問他 你去的人 你對這個有興趣你問他 他會不經意的就跟你講這些東西 但是他覺得很普通的事情啊 他不會拿來做解說啊 所以其實要做到解說之前 當然就要先去做挖掘做培立 然後他們解說之後 有可能 因為他們其實每個部落都有一個傳說的故事牆有沒有 然後其他可以講丹社 藍社 那個郡社 從裡面然後怎麼遷移 然後那個附近其實有三條古道 就是除了丹大林道之外有關門古道 有那個中支線古道 就是可以從那邊接到霸東關 然後以前日本人也是從霸東關進去 然後還有一條叫仁倫景背道 就是其實呢 那邊有很多東西可以講 而且你其實可以 我剛剛說的遊城 就也可以帶去看這些地方 就不是去看天空步道 就是你可以帶去看完那個 然後再去走那個可能也許就剛好半天這樣 我講的是這種 不是說他的那個家屋一定要做的像很傳統的那種建築 東西很多 問題就在於 所以記得哈 那個你們要去做 因為現在講這個當然太沉重 這個 但實際上將來很多社區會找我們諮詢的 都是從一條步道的工法開始 但是當你去 你背色去找去到現場的時候 你不是只有看到這東西 你必須要去想的比他還全面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課要這樣設計 就幫他們找到他們的故事 要去挖掘 對 挖掘他們的 對 就是你要從一個點要一直往前推 對 站的更高看 對 就管理的層面 然後他的人文歷史的層面 只是做同志 對 本來就不是做同志 本來就不是做同志 那野跑的問題 大家覺得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可以先丟出來 然後我們再來 承載量 承載量是一個問題 對 還有呢 對環境 對那個環境 不一定所有的野跑都對環境會破壞 不一定 不一定 為什麼 慢慢逃 你是來負責讓大家不會睡 你這樣 很重要的假設沒有 可是我有一直看 我看那個魔鏡熊 老師應該知道魔鏡熊 我知道你講 對 我看他一直在討論那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他們講每個都有道理 因為我覺得 很多人都爬山了 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野跑一直在對上 可是我覺得 山應該是大家的 應該每個人都有想 這條步道的 的權利 而不是登山客跟野跑是對的 我覺得這樣不好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 可以上這組 不是 這是什麼東西 你很想上這組 趕快去啊 你這麼經常我怕沒有聽到好像 我真的想上這組 原來你明示暗示 就是跟我說 趕快讓你上這組 因為他已經接到很久了 你明明坐我休息這麼久 我為什麼不去 我會養住精神聽下我的課 可是又很想上廁所 好 剛剛Lingo講了一個觀點 好 然後呢 繼續大家繼續講 還是要講 還是你們要等到他在的時候 講 因為有人會 feedback 因為我們那天 我們三個去走我們那條步道的時候 就有那個 對有 除了有 我們有看到現場 哪一條 萬里朝 對 然後 後來那個Lingo他帶我們去走那個路的時候 他說那邊也有越野腳踏車 對 然後有 那個水泥鋪到 可是 就有 中間有人用那個水管把它橫著 然後Lingo就說 這個就是走路的人 不要讓騎腳踏車的人 就這樣一路衝下山 然後他的觀點是認為說 就是山林是大家的 不管你是跑的 騎的還是走的都可以去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太恐怖了吧 那個騎腳踏車的 對 我完全沒辦法想到那個腳踏車要怎麼騎啊 對 可是真的有那個腳踏車 在那個石頭上面 沙車的那個痕跡 所以我完全沒辦法騎 默默就說也有越精釋去騎 對啊 我覺得那個公民要教育 我覺得對我們自己所 所那個 我們的土地要 要尊重其他行動 對 真的 最精采的都沒聽到 你不要嚇他 沒關係 是以不分而已 精采還更精采還是後面 我們騎開一個聲音 有這個的問題 我剛剛就把那天我們 如果你講出來 對啊 我們也有衝突 嗯 好還有呢 蛤其他人沒有 破壞 什麼東西破壞 不用講 有不同的程度 的使用者 他會造成不同的破壞 假設 前一個 比方講他越野過去了以後呢 可能後面走的 那個路就會 沒那麼有 可能他們 這樣子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他們就會 不喜歡 他們來這邊 我在其他人生有問 問那個登山課 他們說 我問他說 腳踏車 你們為什麼要去拉那個鋼索 不讓腳踏車進去啊 我本來一直以為是安全的問題 怕他其他一塊撞到 結果他們給我的答案居然不是 那結果是什麼 他說那個會有陽塵 會有陽塵 會有灰塵 會有灰塵 好 還有呢 好 還有呢 你們都沒有想到 我剛剛的回覆跟現在也不是沒有關係 我又斷開了 沒有分級吧 沒有跟他做一個分級 沒有做分級的話 就大家都可以去啊 可是沒有辦法 那個人民有使用權 你不可能說叫他去吧 對不對 路是大家的大家都可以去 他要騎腳踏車去 他要騎摩托車去 好 是嗎 好 記得那個 剛剛 核心價值 另外我們來講一個什麼 這個 好 先寫在這裡 當然記得這件事嗎 為什麼要畫保護保留區 畫這些區 當然這有所謂的法定或非法定 我們就先講法定 所有的 李老師今天不是有講了一個 我就覺得那一段大家聽的時候 應該是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很普通的基本常識 就從那個草原帶 然後那個森林縣以下 然後出現了這個 惡葉松 扁薄很快 然後再來就闊葉 對不對 然後又怎樣 然後又怎樣 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自然而然的在這樂理這樣 那 我也是 就是如果你在講到動物的時候 就他早上講說他對動物少 動物這個育成 應該要用苦抽一下 沒有 育成太常心想 沒有 他那時候不在 對 你那時候不在 對 然後 所以 台灣的 就是從高海拔到低海拔 然後不同的環境 有不同的環境的敏感度 脆弱性跟需要保護的事情 然後因為這樣 所以 知道怎樣 化設了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沒有分生態保護區 特別景觀區 人文史基區跟一般油氣區 然後他的使用分區每五年要做一次檢討 我現在講是國外公園範圍內 然後 那做檢討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是一般管制區 或者是遊客遊戲區的話 我的使用限制會有 比如說包括他可不可以解鞭蓋房子 有沒有 好 所以我才會有什麼 有這一些保護區 各種各樣的保護區的層級 有的是保護的標的是 自人情況動物 對 或者是屍地 有沒有 對不對 玉成幫我補充一下這部分 對 有哪一些保護區 說一下 太多 對 有很多 所以保護標的不一樣 來請 隨便講 沒有壓力 對 對 他的保護標的是植物的部分 對 然後有一些是什麼 蔬田對不對 還有遊山 或者是一些動物的 動物的 野生動物中央氣血環境 野生動物保護區 那這一些東西都分布在哪裡呢 就是在 尤其是在 中干海拔 然後有特殊需要保護標的 會去畫 對不對 然後有一些是野鳥 但是比較是靠海 水鳥或濕地 有沒有 然後或者是 地質景觀 所以我剛剛講分區的時候 我剛剛講那個 我們在做任何的行為 步道是這眾多行為中的一個 我們在做各種行為的時候 它必須服飲於那個分區的優先 自由在這個程度裡面是受到 一定會受到限度 限制 因為登山自由 或者是各種到山林裡面的自由 它勢必受這個環境區位的這個前提 它必須在這個前提許可的情況之下去做 才會有後面所設定的環境承載量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提點跑這問題就是 又要再幫大家回顧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有分級分類或者是分區 這個概念它是為什麼 它不是說我人民去到任何地方都是 都是無拘無束的 這是憲法受於我們的自由這樣的論述 它是會受到這個環境區位這件事情的限制 這是有一定的條件性 那所以才會產生什麼呢 我要設定一定的環境承載量 來怎樣 降低太多人進去的時候的衝突 對不對 或者是說可能這個地方除了科學研究跟什麼環境教育之外 都不要進去 就它不是讓人家遊客 它不是風景區嘛 對不對 它不是觀光區嘛 對不對 那所以你了解那個區位設定的這是政策 或者說這個政策也不是說 因為說到政策很容易怎樣 變成是人民跟國家的對抗 好像說國家設定了任何的限制來限制我 都是不對這樣 可是國家設定這樣的政策勢必有一個 它設定這樣的區位的時候 要考慮的從資源管理的角度 從永續的角度 就是說 這一些資源不是只有我們這一代人享用 它是要留給我們下一代的人 像三一二次啊 你上完廁所就通啊 就是要那個想像的時間要更長更長 或者是可能這一段 對 或者是說 那個 同樣這個區域也不是只有人所有 它其實是很多物種一起有的 所以 它是基於這一些需求去劃設了這樣的區位 那當然這區位呢 在法律上有不同層次 很嚴格的限制到其實沒有嚴格的限制 那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在於 當法律沒有限制 比如說像剛剛說的野生動物中 都要棲息環境 其實它不像國家公園那樣 你進入國家公園是不是要申請 鹿園 鹿山 鹿山是內政部警政署的 然後鹿園是進入國家公園的時候 包包你要去追鹿古道是不是要 申請的是一天只有多少 九十六人 九十六人 有沒有 那它其實是有一個法定 因為它是人文警官保護區 這樣 那因為它有那個法 所以就規定了這件事 所以就 就是任何呢 從法律概念來說 任何限制人民的權利跟自由的 它必須要有立法通過的依據才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至少進入國家公園 是有這個法的 因為國家公園法規定的很嚴格 然後呢 但是野生動物中要棲息環境呢 沒有這麼嚴格的法律定位 從純法來論法的話 那這時候就會出現一個衝突 我非常喜歡講衝突 是因為要用衝突才能夠讓大家理解 那個裡面的問題所在 衝突就是說法沒有這麼嚴格的限制的時候 那野生動物中要棲息環境 這個原來設定的區位 這件事情跟人進入這件事情 它要處理它的就已經沒辦法用法了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呢 完善它的法的不足 然後呢 透過立法真的確定 野生動物中要棲息環境的保護層級跟進入的規定 這樣是最好的 但是通常 你要期待法律的很完善是很困難的